高中警发抓到几名窃贼 他们趁着深夜跑到菜市场 原本是要趴低身体 找摊伤掉在地上的钱 没有想到呢 在现场发现了五只鸡 就把鸡全部偷走了 我们先给记者李宝人 来告诉大家最新的情况 好了 主播观众 在今打烊的菜市场 监视器呢 拍下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景象 一名男子呢 他是身体蹲低 趴在地上 不断的在这个摊位底下呢 来回的搜寻 还可以看到呢 他为了照明 手上还拿着一只手电筒 就在呢 这几个摊位底下呢 不断的收呀收 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后来发现呢 摊位上有摊商放了五只鸡 这名男子呢 就把这个鸡给偷走 隔天一早 摊商到市场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鸡被偷了 钓跃监视器 才发现呢 竟然是有人半夜 偷偷摸摸的 进到菜市场来偷东西 后来呢 警方巡献就找到这几名窃贼 一问之下才知道呢 原来呢 这个窃贼 他原本只是想要到 市场里面 偷一些摊商 掉在地上的零钱 没想到呢 找来找去 竟然发现有摊商 摆了五只鸡没有拿走 他就跟同伴呢 一起把鸡给偷走 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 实在是太过怪异 而且呢 警方透过监视器呢 一看就知道 是当地的治安人口 立刻将这几名嫌犯给逮捕 好的 上次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